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帅气的男人 就像一颗风中摇曳的 蒲公英 但是风一吹 就成了个涂瓢 吃就能长头发 医生 吃什么长头发呢 要想不多发便美丽 少吃甜食和油粒 在这里我送给大家一道 黑暗料理 根据我们中医的原理 圣气的强弱 它都主要体验在我们的头发上 所以我们主要填补圣经 那么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熟地 那么熟地它主要有 滋阴养血 一斤填水的 这样的一个功效 然后呢把它和我们的这个鸡放在一起饱汤的话 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滋补圣经养发的作用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贪多 每周一次不要超过两次 就能够达到很好的 羊 血 甜 筋 生发的作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互贝卫视饮食养生会 我是段建海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 全球众多营养专家 一致推荐的营养好油 记录于1比1比1 暂时播出 本节目由 早晚两包颈不康 轻松退了颈遇病的颈不康颗粒 特约播出 在这里温馨期时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同时 可以关注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微信 抖音 知乎 更多养生肛货 等着你哦 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专家 出来自于湖北省中医院的 金敬宗教授 欢迎您 有请 欢迎金主任 好的 再次欢迎来到现场的大专家 来自于湖北省中医院的 金敬宗主任 欢迎您 欢迎您 欢迎金主任 哎呀 金主任您知道 现在这个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 压力也很大 是吧 总感觉越来越多的人 会出现这种亚健康状态 经常大家提到的这种亚健康 是不是就说明 这个人体质差呀 因为我们的健康 一般分身体和心理两方面 如果身体健康的人呢 在生活中会比较轻松 情绪也比较正常 如果哪方面出现问题的话 就是疲乏 乏力 数据力不集中 睡眠差 没有食欲 那么有时候精神情绪 还比较急躁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简单的我们说的 亚健康的这种状态 但是亚健康如果进一步发展 那么就会导致疾病了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 这叫什么呢 就失去了平衡 这个平衡我们就需要去调整 轻的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的饮食和药膳去调整 如果中了以后 这种偏性中了以后 要往往导致疾病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药了 对 像您刚才说的 点点我都中招了 那昨天您也说 我是这种弹湿体质 如果我不注意的话 继续让我的体质继续变差 那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你的这个呢 在你基础体质上面 假有弹湿 这个是好调整的 有的人就是弹湿体质为基础的 这一代的人群的话 它最容易导致的 就是我们说的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 血糖高 这个高尿酸血症 就是现在发的比较多了 就是痛风是吧 对 痛风 对 再一个就是容易出现脑血管疾病 中风 再就是那个冠心病 严重的就会导致心肌梗塞 哎呀 你就说到 弹湿体质的朋友好吓人 对 那除了弹湿体质的朋友 其他体质差的朋友呢 如果不注意 记忆不恶化又会怎样呢 每一个不同的体质 它都有 就可能偏于患不同的疾病 比如说阳虚的人 对 它就是关节炎啊 就会高一点 血虚的人 它实际上就是 这个贫血啊 约筋比较量少啊 女性的 就表现为这样的一些 那么阴虚体质的人呢 比如说到了 更年期的时候 更年期呢 它主要就是因为女性 圣经辉号了以后 它就没有精血了 也就是我们身体内的那个 水啊 慢慢慢慢消耗消耗的 很少了 枯竭了 那么你如果本身 就是阴虚质的人 他的这种阴虚火灶 火旺的症候啊 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更为明显一些 不同体质的人啊 他在不同的阶段 他表现出来的疾病 还都不完全一样 您刚提到了 就是阴虚体质的朋友 可能就是女性居多一点 是吧 我们经常也会听到一个词 叫做 黄脸泼 就是用来形容婚后的女性 她如果不修蝙蝠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用这个词 来形容她 少气懒言 皮肤暗淡 发黄 月经量变少 等等等等 这些现象 其实在很多 中青年女性身上 是非常多见的 是吧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它这个呢 根本的 应该是气血的亏少 所以它 往往多见于 气血 精血血 的这样的体质 就是往往就是 表现为月经量少啊 面色发白啊 眼瞼这个 翻开一看都是发白的 然后看我们的手掌也是的 手掌和我们的指尖 那么它都是 偏白 偏白 所以往往就是气虚 血少 不能够这个 乳养我们的肌肤 为什么不叫白脸泼呢 怎么会黄的那么厉害呢 白呢 往往代表着还有一种 健康在里面 但是我们中医 也有病态的白叫 缓白 那么就是往往是气虚的 这种脸色 那么我们健康的白 是我们可能很多人追求的 对 所以说是不是出现 这种情况确实 要引起各位朋友 其实是女性朋友的重视了 对 所以您赶紧给我们这些气血亏 在黄脸泼路上越走越远的女性朋友们支支招 怎样用一些药膳来补补气血呢 给大家推荐这个吧 就是叫我们叫四红 四红 对四红 这个红薯红枣 红桃红米 中医我们讲究五色入五丈 对 那么红色呢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它能够有补血的作用 对 那么这个首推的四红呢 第一个是红薯 红薯 红薯 它是黄的呀 一是这个颜色 第二我们觉得一般说补血最佳 不都是红枣吗 对啊 你说女性补血 喝点红枣汤啥的 为什么要红薯 红枣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红薯啊 无论在《本草纲目》 还有一个叫《本草纲目十仪》里面 我非常的推荐这个红薯 《本草十仪》里面啊 它还讲到了 红薯 如果它的皮是白色的 肉是白色的 它偏于什么 补肺 白色入肺 对 补肺生津 如果是红皮红肉的 它就偏于能够补血养皮 心血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真正的选择 这个红薯 红皮红肉的红薯 对 这个就比较好 偏于红肉的 对 那么红枣也是因为红 每天三颗枣 青春永不老 对 所以女性啊 我们经常推荐 每天就是 你说的要吃几颗枣 三颗枣 对 它就有很好的 它是健脾养血的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 中央的方际里面 补气养血的方里面 都少不了红枣 那么两千多年前 我们的医生张中景 他的很多的厨房里面 都是有红枣 有红枣 有生姜 最多的是哪一款 比方说桂枝汤 桂枝汤 它的手 对 桂枝汤里面的 它就里面就有大枣 对 所以它这个红枣啊 它对于女性的 补气 羊血 健脾 有很好的作用 那么红糖 红糖普通 你妈好朋友 对 红糖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 对 有时候这个月薪肚子痛的时候 搞点生姜 红糖水 就能够解决问题 是 有的时候生了孩子 以后要补学 对 也喝红糖水 红糖打上鸡蛋 还可以翻买 对 就是这个红糖 而且还可以构成甜品 对 好 最后一个是红米 红色的米吗 我没见过 我见过红豆 但是红米 我们见得少 对 这时候我们推荐用红米 如果你不好买红米 我们用普通的米 也没有问题 那么用红米来说呢 它相对跟前面几个搭配起来 它的补学的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所以就是这四种红色食物 把它们搭配在一起 是的 一起煮粥吗 是的 你看比方说这个红米啊 它可能一般市面上 不是轻易买得到 对 有没有更适合年轻女性朋友 容易做的一款粥呢 对 我可以带在包里 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枸杞 枸杞 对 女性朋友啊 就可以把它带在 就是放在兜里 装在盒子里 每天早上呢 吃上几粒 这样干吃啊 对 可以干吃 枸杞不就是一般是泡茶呀 是吧 或者是炖汤 或者是跟菊花啊 跟黄芪等等 泡在一起 做代茶饮多吗 还能直接这样干吃生吃啊 对 有时候我们口服的效果啊 就是干吃的效果 有时候甚至还会更好一点 枸杞的作用啊 它主要就能够滋阴养血 它主要是以滋阴为主的 它有很好的帮助 补养气血的作用 吃起太厚 它就是非常喜欢吃这个枸杞 它就是把枸杞 放水果吃的 就是曾经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画家 在描述她的形态的时候 因为当时慈禧 已经七十多岁了 她都庸庸华贵 比较和善 但是看上去就像四十多岁的人 所以慈禧啊 它就是她的喜好的食品里面 那么这个枸杞 是她非常喜欢的 枸杞啊 其实市面上还挺多 有大有小 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是吧 那究竟这个枸杞该怎么选呢 我们今天也带到现场来了 您跟我们来见证一下 什么样的枸杞 是好的枸杞呢 一般的枸杞 首先看它的色泽 它的色泽呢 就是并不是非常的鲜艳 它的那个色泽呢 就这种红色 它比较泪脸 因为有时候染色的枸杞的话 它的颜色是过于鲜艳的 然后我们抓了一把以后呢 你看在手上 我们捏脱一下 首先呢 它这个不会太涩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不连手 不连手 它没有整个一个个的沾在一起 对吧 然后呢 真正的这个 就是零下枸杞的话呢 它这个 上面有一个白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枸杞啊 这个肩上 它有一个白点 这个白色呢 很明显 如果说啊 熏制过的 有时候要用牛黄 有时候熏制过的 它的颜色 就会变褐色 变黄一点 变黄 对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肠 它的味道的话呢 就是比较 肠的话 它比较甘甜 就没有这种 苦涩的这个味道 现在的枸杞的 这个产地呢 比较多 道地药材呢 主要是在宁夏 所以我们说最好的是 宁夏的中宁枸杞 中宁枸杞 但是现在 其他的地方 类蒙啊 新疆的其他的产地的枸杞 也都不错的 对 除了产地之外 好像现在还比较流行 像新疆啊 宁夏那一天 还有黑枸杞 是吗 颜色是深色的 是在它基础之上染的 还是本身就是 黑枸杞的一个品种呢 是它的一个品种 那有的不法商人 有时候就是把它拿着 染成这种颜色 那如果是纯粹的 这种红枸杞 和那个黑枸杞比的话 原生态的他们 到底谁更好的 功效来说的话 实际上没有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不用去 非要追求这个黑枸杞 我们就用我们的 普通的枸杞 品质比较好的 就很好了 而且现在到了秋天 正值吃枸杞的时候了 那现在在超市 我经常看到 不仅有这种干枸杞 还有很多新鲜的枸杞 它的个头会稍微大一点 就像小的剩余果一样 所以我想问一下 那种新鲜的枸杞 和这种相比的话 哪种会更好 一般枸杞来说呢 叫做新鲜的枸杞 它这个生鲜的作用会好一点 那个口肝啊等等 就这样一些症状会好一点 对 干枸杞呢 它养阴的作用会更强一些 浓度更高了 对 浓度更高了 这个枸杞啊 这个枸杞啊 曾经啊 在唐代啊 对 运州有一个叫 开元寺的地方 那个开元寺呢 有一口井 那个庙里的和尚啊 都是吃这口井的井水 一年世纪 结果呢 这个寺里的那些和尚啊 到了七八十岁 都是红光满面 不履如飞 那个精神非常的好 后来我们唐代的诗人啊 刘雨昕 游览到这个诗里面 听到老婆上 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啊 非常感兴趣 还专门作诗一首 叫《枸杞锦》 对 它对枸杞的这种赞赏 是达到了一定高度 是的 这就是说明啊 我们这个枸杞啊 它对我们这种人体啊 延连养生 提高我们的自身的 正气和抵抗力 是非常好的 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枸杞 后面还有这么大大的故事 是 好的 您再收看我们节目 是可以关注 影视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微信 抖音 知乎 更多养生肛货 等着你哦 本节目有早晚两包 紧脱汤轻松治疗 紧脂病的紧脱汤颗粒 都也播出 好的 那刚才提到的是 年轻女性的压健康的问题啊 那如果是年纪 偏大一点的女性朋友 她们的健康问题 更值得我们关注了 说实话 我真的特别深有感触 因为我妈妈 现在就正值更年期 都说女人爱多想吧 我妈妈不仅是爱多想 而且你无论说什么 她不仅多想 还往负面方向去想 所以有时候 真的让人挺头疼的 你给知识招 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个女性到了更年期啊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 她主要是因为 极数的变化 很明显 极数的变化 就是极数 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 它主要就是叫 那么经济了以后 就会什么呢 火旺 所以它主要表现 为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在 我们的症状上面 它主要就是什么 四面都梦 烟干口罩 那么在情绪上面 暴脾气 对 而且多少善感 对啊 容易激动 容易多想 这个时期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就是要填补圣经 没错 其实这个更年期 真是让大家非常尴尬的一个阶段 尤其是女性更年期 所以在更年期啊 从中医上来讲 它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那应对这样的体质 咱们用最好用 石壶老鸭汤 今天我看您也把这个原材料之一的石壶带过来了 而且是普通品种的石壶 对 带到现场 对 因为石壶啊 它的品种非常多 据说有一千五百多种 这么多啊 但是真正我们用在药用里面的只有几种 比方说有这个铁皮石壶 最长提示 对 产于安徽赫山的 叫赫山石壶 赫山石壶 对 还有金钗石壶 这个一般来说呢 石壶当然是野生的最好 对 但是野生的呢 现在是非常少见 是的 多半都是人工种植的 但它可以防野生 对 这个石壶呢 就是我们医院常用的石壶 那么这个石壶呢 就是大家可能在市面上 对 建的比较多一些 现在比较多的 这个比较多吧 这个比较多 这个呢 叫这个石壶风斗 对 那么它是通过这个鲜石壶 晾干了以后 然后再通过这个 把它缠绕打直以后 就成为这个样子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还有一种石壶呢 就是用石壶的这个尖 尖子 那么这种石壶呢 叫 它耳环石壶呢 主要用来泡茶 对 它是 它那个尖子像个耳环一样 就像耳环一样吗 对 可以用来泡茶 对 那么这个石壶呢 它的主要的功效 主要就是养阴生津的 特别是能够易胃阴 叫做养我们的胃阴 那么石壶一般品种比较好的话 它主要就是呢 如果我们放在水里嚼一嚼 它比较粘腻 比较粘腻 会比较粘腻 你嚼了以后啊 它的渣子越少 就说明这个石壶的品质啊 就越好 就嚼出来那个渣越少 越少 品质越好 它的品质就越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石壶 是中国九大仙草排位之首的 对 唐代的有一本名著 叫《道藏》 里面就记了它的九大仙草 所以把它的地位啊 排的是非常的高的 那所以到底哪种石壶好 是这种医用的石壶 还是这种民间 传了几道的这种石壶 铁西石壶 鹤山石壶当然是最好的 哦 干嘛要跟鸭子配在一起 做药膳呢 鸭子本身呢 轻火 杏粮 对 我们老百姓都知道 它能够轻火 所以它杏粮 把粮子加在一起 那么它的滋阴的 清热的作用 就会更好一些 相得益彰 那这个太好了 今天晚上下班回家 我马上就给我妈 炖一碗这个石壶老鸭汤 希望她的脾气能够 缓和一点 对 那这种方式每天喝好 每顿喝好 还是说一周喝一两次 更妙的 再好的东西也不要多 所以每周一到两次足以 那有没有分时辰 比方说早上喝比较好 还是晚上睡觉前 当夜宵会比较好呢 一般来说滋阴的话呢 我们在晚餐的时候会比较好 晚餐的时候 对 温阳的东西在早上比较好 又学到了 对 因为为什么说生姜水 我们要在早上喝呢 那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 我们体内的阳气 刚刚从阴里面出来 对 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精神 越来越好吧 越来越清醒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阳 慢慢地长 所以你用一点生姜 就有助于我们的阳气去长 但是到了晚上 晚上喝生姜 把我们的阳气激荡起来以后 你的睡眠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不准 晚不失姜 对啦 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滋阴的呢 我们在晚餐的时候应用以后呢 晚餐我们是逐步逐步 是我们的阳气要浅在我们阴里面去了 跟我们的人体的整个身体的自然规律 是一样的 那么就逊应了我们这个自然规律 达到一大养生的目的 嗯 那刚才您说这个生姜它是发的 那适合我们一直在说的更年期的妈妈呢 也可以应用的 如果它配舞的比较好 比方说啊 桂枝汤 嗯 它里面就有大枣生姜 但是呢 桂枝汤它能够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 为什么呢 因为桂枝是温的 是的 白勺又是滋阴的 那么我们要滋阴的时候 我们就把白勺的量用多一点 对对 嗯 然后再把这个温阳的呢 就偏少一点 嗯 那么它就起到了这种滋阴的作用了 对的 我就能感觉到咱们的金主任 其实是跟医生有的一拼 因为医生张仲景最爱用的就是桂枝汤 您也很喜欢用桂枝汤 对 我们用的也确实非常多 是的 嗯 好的 非常感谢金主任的耐心讲解 不管是年轻的女性朋友 还是中老年女性朋友 都应该找到了合适自己的药善方 好的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健康厨房 看看胖胖究竟做了哪些好吃的 每位有讲究 口口都健康 大家好 欢迎来到影视养社会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健康厨房 我是胖胖 我是你们的宝藏男孩 贤贤 贤贤 今天给我们推荐一道什么样的菜 是我自己和你应该都特别爱吃的一个菜 黄骨鱼汤 有小黄鱼做成汤 鱼加上豆腐 我看到这两个食材的搭配是非常棒的 还有萝卜 还有萝卜 那我们就边说边操作好不好 对 但是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用了草果和当归 因为其实我们就算一个药膳汤 好的 好 我们先起锅烧油 倒入金龙鱼一比一比一黄金比例一条喝油 油温要到几成热我们这个时候 六七成左右 我们可以 对 我们先下我们的 姜葱蒜先下入锅中爆香 以及来一点小米辣 还有我们的大料 其实咱们湖北人吃菜啊 还是挺讲究那种口味的 如果说只是为了身体健康 我油也没有 盐也没有 这辣椒也没有肯定不好吃 好的 我们来把鱼下进去 我们的鱼已经提前去过新的了 提前是怎么去新的这个黄骨鱼 拿一锅水 里面放点料酒 再放这片姜片腌制15分钟 哦 这也是前现告诉我们的小方法 黄骨鱼很腥 一定要放在料酒 加入水的这个水里边 放点什么 放姜就可以了 姜片是去腥的 放姜片去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黄骨鱼 稍微煎制一下 对不对 是的 美味需要耐心地等待 千万不要着急 煎一点点 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定型 然后先像今天给我们搭配的食材 除了黄骨鱼 就是我们的豆腐 豆腐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会特别特别喜欢 它其实含有非常高的植物蛋白 但是胖胖要提醒大家 如果您是痛风患者 尿酸高呢 就要少吃豆腐 黄骨鱼稍微煎制一下 然后加入我们的开水 好 现在加入热水 其实做饭真的是一种享受 你看当热水加入锅中的时候 开始孤独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有食欲 加入豆腐加入萝卜 吃萝卜这有一个作用 可以化痰化痰 因为秋天来了 多多少少呢 会有一点点的秋燥 所以吃一点萝卜 可以化痰化痰 都是非常好的 现在我们盖上盖子 要焖多久呢 谢谢 大概十分钟左右吧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黄金比例 调和油八种营养 一瓶搞定 其实做菜也非常简单 像我们今天做了一个 黄骨鱼汤 但是我们里面有配了豆腐 有配了萝卜 对 然后营养呢也非常非常的均衡啊 我们看一下现在怎么样了 哇咕嘟咕嘟 哇 这简直是让人幸福的味道 对 我们现在 你看一锅奶白色的汤 在这里这样咕嘟咕嘟 散发着香气 是不是十分的诱人呢 好 我们这个时候加入一点点盐 好 对 放点盐 稍微搅拌一下 我们要不要放一点胡椒粉 盘里可以来一点胡椒粉吧 对 打个底 打个底啊 我们再胡椒粉 好 好 我们可以出锅了 小心哦 对 哇 你看这个时候 鱼肉已经非常非常的软烂了 豆腐和萝卜呢 已经充分吸收了这个鱼的鲜味 咸鲜味十足的一个汤菜啊 好 上面再来点豆腐和萝卜 好 最后再撒上一点葱花 好了 今天这一道小黄鱼汤 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 反正胖胖看起来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不跟您说了 我们现在赶紧要开放了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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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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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朋友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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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